Youtube的鏡頭 Hello 大家不要 Hi 不好意思遲了幾分鐘 Ellen 是否錯了 Can anyone see me Hi Can anyone see me OK 原來Youtube的鏡頭 是和我現在的直播是有延遲的 所以 是呀 Come here Come here Come to mommy 對啦 Live chat 和大家說Hi Hi Fergie 這個Fergie Gabby 他們很激動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因為今天是第一次Pilot Episode 我完全是 都不是摸得那麼清楚 Youtube的Live 到底是怎樣 所以呢 是呀 好像很狼狽 那 大家其實可以開始留言 在那個comment box 那裏有些什麼問題 是呀 可以問我 那我會即場解答 那今天這個Session 將會是30分鐘 就試一下這個水溫 看看大家的反應 還有 我會不會 沒有話說呢 應該是不會的 OK 等等 都很多 Hi Hello Hello 不用這麼激動 我只是在這裡 剛剛有 我看到有些網友 都住在美國 Shut up 住在美國 但是都為了跟我Live Chat 就不睡覺 其實都是時候睡覺 而是對身體和皮膚都不太好 看看一些什麼問題 耶 看到了 Hello Hello OK 好了 為什麼我打算開始這個Live Chat 呢 原因都 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因為 很多時候有些網友說 為什麼我都不回覆他們的留言 事實上 因為第一 我太多留言要回覆 還有我懶 Sorry 第三 就是因為我打字都很慢 我是不會打字的 中文字 我是用手寫版的 所以呢 一眼觀測又要看鏡頭 又要看一些留言 對 所以我打算不如做一個Live Chat的Session 可以 完全沒有剪接 是面對面的 你可以看到我跟我聊天 還有如果平時大家有什麼美容 或者是任何問題都可以E-mail給我 我就可以 趁這個Live Chat的時候 就會回答大家的問題 有人問雞腿 雞腿走路 走路 GabbyBB 對 雞腿 雞腿 Come to mommy Come here 是要有食物引它 它才會來的 Come to mommy Come here 我現在用這個 Come here 對 要拿一些食物引它 才會過來的 Beauty Express QQ你好 之前我們見過 我們一直很喜歡你拍的影片 多謝你 所以現在都加入Youtuber 好 歡迎大家 其實我覺得這個Youtube 這個地方 應該是越來越多人 來加入這個原地 是會更加熱鬧的 然後她說 我本身是豆豆機 不是很厲害 但是有飲夠水夠睡 直到均衡面部 清潔得很好 但經常出 暗粒和豆豆有什麼方法解決呢 其實生暗瘡的原因 是真的很多很多的 除了你說你清潔的問題之外 睡覺的內分泌 情緒 以及你吃東西都會有影響 所以就要找出到底 你是什麼原因令到你生痘痘 這個過程都很難 因為有時候你都會覺得 為什麼我已經找到這麼多理由 為什麼都是生暗瘡呢 但是呢 我也覺得 對付暗瘡呢 是有這個辦法的 什麼辦法呢 不好意思 我不可以和你們有眼睛 因為我要看著鏡頭 看看有什麼問題 基本上有三樣東西 是可以對付暗瘡的 第一樣東西就是 譬如你減少你的油脂腺分泌 第二就是 令到你的暗瘡菌死光 其實之前我Youtube也拍過類似這樣的 不如大家搜尋我的舊影片 再看一看 第三樣東西就是 令到你的角質層沒有那麼厚 好像我們的皮脂腺 就像瓶水一樣 如果你的角質層是很厚 基本上你的皮脂腺的油脂 就塞住了在角質層的裏面 越焗越焗,就會有酒米 如果酒米再發炎的話 就會變成暗瘡 講暗瘡我可以講三集 每集一小時都可以 所以在這個半小時的項目 可能不可以很詳盡地解答大家 但是盡量吧 OK,三次 咦? 我是不是有些 Rosa Hello Rosa Hello Yan Yan Go Go 從澳洲 Hi Hello 好,剛才我有些朋友問我有關於BB霜和CC霜的問題 從馬來西亞 剛才我趁最後三分鐘 我也是去了廁所去 極速立了一些CC霜和BB霜 我不在這裡做任何產品的推介 因為為什麼呢? 我覺得化妝品或者護膚品 就像男人或者外人一樣 每個人的要求和需求都是不同的 例如我覺得我很好用的BB霜 對於你來說可能是不適合你用的 所以最重要是了解自己的膚質 例如日本、韓國 甚至有很多大品牌都會出這些 所謂BB霜和CC霜 其實BB霜和CC霜 DD霜和EE霜 這些都是名字 基本上BB霜 如果籠統來說 它都是化妝品 就算它們說裡面含有什麼美容液 有什麼保養的成分 這些是bonus 但是bonus不是主角 最主要都是一個moisturizer 加上有遮瑕 或者調色作用的粉底 一些色素pigment 所以 其實BB霜你可以當它是一個 比較滋潤 或者是沒有遮瑕度 沒有那麼高的一個 輕度粉底液 我是這樣理解 OK Beggy要起來了 所以 對了 我講到哪裡 對了 所以怎樣選BB霜和CC霜 我覺得就一定要試 沒辦法 有時候有些東西 如果你身邊沒有什麼朋友 是跟你交換這些美容資訊的話 你只好是用錢去找 到底是對不對 或者你去上網 聽聽一些YouTuber 或者是一些bloggers 他們怎樣去跟大家講 講價BB霜和CC霜 那我自己呢 我今天這個妝 我是沒有塗粉底的 我平時很少會塗粉底 我也是會塗一些 Tinted Moisturizer 你可以這樣說 有一隻我都用了很久 就是這隻 這隻品牌 這隻品牌 我覺得它都很暗勇 它說是Made in France 但是我高度懷疑它不是Made in France 不過不管它在哪裡出生 我覺得它都不錯 很薄 有調色作用 也有防曬 所以我覺得 沒有什麼所謂 這隻它都沒有叫自己是BB霜 或CC霜 它只是說是什麼呢 它都沒有說是什麼 身份不明 好 喂 好 怎樣啊 對了 那麼 出了什麼聲音 我再看看有什麼 留言 沒有什麼留言 繼續說BB霜和CC霜 我覺得這隻可以的 以我膚質 我膚質是怎樣的 是混合性肌膚 我這裏T字位是油雞麵 很油性 我的眼底就會比較乾 其他部份都是中性 所以我覺得這隻適合我 因為不會太潤 我是不適合太潤的東西 太潤的東西塗在我臉上 就好像是Full Mask 我是不喜歡 而且我感覺到我的毛孔是 呼吸不到氣 好像被焗住了 有沒有問題呢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就在留言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自己說話 嗯? 好了 OK Hello Joy Hello Lim 不好意思 如果我沒有讀出大家的名字的話 大家不要介意 我突然覺得 我好像回到十幾年前的TVB.com 上當年我也是TVB第一個WebJ 當時我做WebJ 我做的事和現在是一模一樣的 我就坐在電腦 不是電腦 是電腦面前 我就會看到電腦會有很多字 打出來 我就要看完這些留言 就要對著電腦這樣說話 當時我也是有飛的做空姐 所以我的Live Check Room 大多數講的問題 或者都是講Travel 有什麼趣聞 那些客人有什麼差 或者有什麼飛行的美容小貼士等等 到最後 Dot.com沒有了 突然間為何彈了這麼多訊息 我再看看 減肥 怎樣減肥 減肚難 好 老實說 減肥這件事 有幾件事是不可以不少的 就是運動 還有飲食 還有睡覺 如果熬夜經常不睡覺的話 基本上你的皮質上就會增高 令到脂肪代謝就會減慢 所以如果你是定時 就是早睡覺的話 飲食不要太過 這個 暴飲暴食 還有做適當的運動 是可以減肥的 前一陣子 我就試了七天不吃東西的排毒 之後呢 我也是有吃東西 但是我都覺得 比起以前好像沒有那麼容易 是積聚脂肪在肚腩上 如果怎樣減肚腩 市面上都有很多什麼減肚腩膏 那些是微乎其微 有些可能是幫你去水腫 但是是不是真的可以幫你殺死脂肪呢 如果可以的話 都是很微 你都看不到 或者如果真的可以 好似別人的廣告 塗完一些霜 或者是吃完一軟 泡兩粒馬上瘦的話 那些皮膚腩膜應該可以倒閉了 所以我覺得是多管齊下的 運動、做設置 按摩 按摩 按摩是可以 某種程度上 都可以幫助你的脂肪 少少 代謝 那飲食 當然有些東西就不要吃 例如公仔麵 不要吃 罐頭 麥差的那些我不吃 快餐的那些我不吃 還有很多高脂肪 其實偶爾都可以吃一些不健康的東西 譬如蛋糕 麵包 我都會偶爾吃 但是不要整天吃 閉合式的 怎樣處理閉合式的粉刺 處理閉合式的粉刺 千萬不要用手擠 擠了就會發炎 發炎就會有疤 我的處理方式 閉合式的粉刺 我就是用果酸 輕度果酸 效果不會立即見到 但是一定要用心 肌膚是每28天就會更新一次 如果你塗果酸 皮膚又OK 頂一順的話 基本上 你三個星期 開始已經看到 你的閉合式粉刺 開始慢慢會改善 譬如 之前我的朋友 他的手臂這裡 是生了很多閉合式的粉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些問題 這些手臂一粒粒 你基本上磨砂 或者用手擠 只會越擠越碎 我介紹他用了果酸之後 用了兩三個月 他直接說 現在滑完了 我都沒有特別去截它 所以果酸是一個 很好的產品 我一個果酸的粉絲 不要截就一定不行了 怎樣調整自己的心態 好像我的名字 阿Q精神 前幾天 才有接到電話 剛剛我拍了一個影片 是說用Vibrator 去做美容 他就說 你貼上這段短片 上網 怕不怕被人罵你 我就跟他說 其實 出得來走 都要預料被人罵 還有 我貼上這段短片 我都預料 一定有人會喜歡 一定有人不喜歡 但我還是抱著一個 很正面的心態去面對 我覺得有時候 我的人生都會 工作上 很多方面 我都會遇到 一些不太開心的事情 我就是自我 自我催眠 自我去調節自己的心情 那怎樣去自我調節呢 我就告訴自己 我不開心 我都不可以改變我現在這個現狀 不如 把這個不開心的能力 放在其他地方 令自己去解決問題 或者是 不要想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當然 DIY 或者是煮食 例如看書 либо創作 這是我很好的 是一個自治療 有時我也會很疲憊 我會找一些工作來做 做一些手作 人家會比較開心 我又問說 請問哪裡可以買到我的書呢? 或者是出新書呢? 我的書呢? 不知道大眾那些是否可以買 其實我已經幾年沒有出書了 預告一下 今年應該會出書 今年會出書 到時會告訴大家 現在太早就問到什麼了 Hello Andy 之前那個Andy 是不是去我的美麗華商場 Event 那個Andy呢? Hi Hello 還有 可不可以分享 你做到什麼方法 你做到這麼年輕的方法 有任何方法 我做到很多方法 很多方法 主要是 皮膚很重要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White Warren 不過不要緊 我用廣東話去說 如何保持年輕的方法 我做很多方法 例如打Fillis 很早期 現在比較少打 做Laser 都是幾年前的事情 到現在 飲食 各方面 很多的 這個問題 我想可以開一集 怎樣去Stay Young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我想 好像暗瘡的問題 每一樣都有些 心情 你茶的東西 醫學美容 我覺得食是很重要 運動 以及你的生活的習慣 譬如 我常常當我打Laser 但我又吃煙 又喝酒 又不睡覺 又熬夜 其實都沒有用 所以我覺得是 怎樣去Stay Young 是整個包裝 每一樣都有些 每一樣都要有些 不可以說 營養不均衡 慢慢再分享 大家 繼續看我的YouTube影片 就可以知道我皮膚怎樣去Stay Young 有否用過Clarisonic 希望我拍一條洗臉機的影片 OK 洗臉機 我有用過他們的產品 我沒有特別 他當然有他的好處 但我又覺得 他也有他的危機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如果某些人 他不懂得控制 洗臉機的時間 其實是會傷皮膚的 因為他好像電動牙刷 一樣 又不斷地轉 當你停留洗臉機 在一個地方太久 而且有時你會越洗越爽 已經得意忙 很棒 去角質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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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泌更多油分 還有會有可能 令皮膚更加敏感 所以 它有好處 有不好處 我接下來會試幾隻不同品牌的洗臉機 因為我最近收了很多新假期 我都有個專欄 他們每個星期都會發一些產品給我 或者我試完之後 再跟大家做一個評論分享 去角質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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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皮膚 一是割下皮膚的油脂腺分泌很強 所以你會發覺有很多暗瘡性的肌膚 近看你會看到毛孔很強 第一 第二毛孔大是因為衰老 譬如當我們的骨膠原開始流失塌的時候 你的毛孔就會向下方向呈現 所以其實如果是年輕和健康的毛孔 應該是呈一個圓形的 衰老就會開始像水滴形 所以不同年齡的人都會有毛孔大的問題 怎樣令毛孔消失是不可能的 我們是需要毛孔去分泌汗液和油脂腺去滋潤皮膚 但怎樣可以令毛孔看來更細緻呢 我自己就是用維他命A酸 維他命A酸其實是可以增加 長期用的說說有provided你的皮膚是沒有過敏的 是可以令你的皮膚增皮層的骨膠原 是比較生多一點點 當然除了塗維他命A酸之外 如果是做某些療程 譬如說一些rf的療程 都可以令到你的骨膠原增生 但我相信現在有很多讀書的朋友們 你們都不會接觸到這些醫學美容 因為費用真的很貴 而且你們真的不需要這麼快就去踏入醫學美容之門 所以如果我的建議就是做好清潔 因為通常如果年輕的 譬如十幾歲正在讀書的朋友們 你們的毛孔大 是因為你們的油脂分泌會比較黃成一些 如果你說年紀像我那樣 三十歲以上的中女 你的毛孔大的話 就可以用一下維他命A酸 果酸 甚至是做一些肌 都會有幫助 有幫助但是需要時間 另外眉針也是有用的 對於這個毛孔粗大 但是我本人不是那麼 建議大家去做太多眉針 尤其是去一些清潔得不是那麼好的美容院 因為眉針都會在你皮膚上面 會創造很多很多傷口 所以也會有細菌感染的危機 這些留言不斷彈起 暗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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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10秒 让我看一些留言 好 大家 今天那个留言 Saints根本 sieht сугр 我可能看不上 但不要緊的 今天如果不可以回答大家的問題 你們不需要傷心 我仍然會留在這個電腦 對 我都未過世了 所以我會 待會結束了那個Live chat 我會看一看大家問這個問題 然後我下一次就會取得一些notes 逐點逐點回答 好嗎 看來我真的要開一個美容節目 24小時 之後起床立刻 開始回答大家的問題 Hi Queenie Do you have any news nohow about reducing scarring from spot? I'm very lucky that I don't get spot Scar 講Scar 我簡直就是這個專家 為什麼呢 講一個 做过几次Liposuction的人 身上的scar就一定有了 scar可以分为很多种 有些就是色素印 就是hyperpigmentation的scar 这些scar可以用1064的laser 去除了色素 次素最少要视乎你的深度 色素的深入浅 至少要三次以上 严重的可能五六次就会看到很明显的改变 当然你塗hydroquinol一些漂白的对管二分的药膏 亦都可以帮助你去色素印 色素印就是包括我们有时摘的暗瘡印 另外如果是手术 或者是因为跌倒或者整损了 而生的一些凸起 或者是Lip的印 Lipoil 颗通常是浸暗瘡皮肤的凸突洞 凸起通常就是譬如戒損之后 戒損之后会有凸起的 那如何去对付凸突洞的scar呢 很抱歉 有scar的话是很难恢复它原本的完美状态的 我们可以令到scar是改善百分之最多最多是80% 但是不可能变回以前 那眉针OK Laser是有些OK 那有些有创伤性的一些treatment 什么CO2 laser 都可以 但是亚洲日的肌肤就是因为容易色素沉淀 我们是黄种人的皮肤 所以都要小心一点用CO2 laser 都可能会反黑 或者有些色素的一些沉淀的发生 那如果你说凸起了是凸起的 是可以打类固醇的 但是打类固醇是很危险的 那医生的类固醇的用量是要拿捏得很好 因为类固醇是会令到你那个 scar分钟是凸凸的scar 变成是leap的 会有这个atrophy的 皮肤atrophy的现象 那所以啦 最好就是尽量可以的话 不要令到自己身体可以create的scar 因为一有scar 即是色素印都还可 要是leap 或者是特体的scar 就很难去复原了 看不及了 怎算呢? 还有两分钟我们结束了这个section 可不可以自己延长一下 橙皮文 保湿昇华 sorry sorry 有人问 糟了怎么办呢? 还有两分钟 很多问题我都 还有这个comment box的screen 突然之间好像冒失了在这里 好 ok any tips for大小眼 大小眼 每个人都有大小眼 如果是化妆的tips 可以用双眼皮胶纸 譬如我这只眼是特别小的话 我就是这只眼 就会黏一些双眼皮胶纸 而调度的高度是和旁边的一样 这里是其一 通常我觉得大小眼 就是因为眼皮的关系 令到你的眼大小 就不会说先天上 你的眼珠这个是extra large 这里是small size 是不会的 如果可能长度那方面 你就可以用眼影 或者眼影 去制造一些illusion 就是看来好像比较平衡 总之 小的眼睛你就落重了 化妆的眼影 重一点 一路快一路自己看着镜子 看看是怎样的 洗面肌 好像很多人说是洗面肌 想问一下有没有用洗面肌呢 我有很多黑头白头化妆 OK 洗面肌 我曾经见过有些人 是用洗面肌去卸妆的 是的 其实这件事 我觉得是很想皮肤的 因为在说 你一路帮你的割质层 在去割质层的时候 但是你的皮肤 有很多妆容 那些妆容 包括cleansing oil 和你的粉底 眼影色素 pigment 都是chemical 变成了 你在磨擦的过程当中 你的面上还有一大堆化妆品 其实是会很容易令到我们 皮肤更加受伤害的 所以如果用洗面肌 我的提示就是 先化妆 先化妆 先洗面 而且乳化要做得很好 什么叫乳化 就是大家用cleansing oil的时候 一碰到水便会变成白色的 白色的现象就是乳化了 乳化就是将你的化妆品 在你皮肤的面上带走它 是利用这个水 但是如果你乳化这个过程做得不好 乳化剂是会留在你的脂肪上 是会锁在你的脂肪上 所以一定要卸妆卸得很干净 之后才再用洗面肌 洗面肌不好 每天用 一个星期最多是用一至两天 因为其实每天你在用棉花去清洁你的面部 或者加些什么lotion 其实这个动作都会 可能会吸引你的皮肤 所以我觉得如果 每天用这个洗面肌 总要早五晚三餐 不是三餐 早晚都要这样洗 其实我觉得对皮肤是不太好 我自己有用洗面刷 洗面肌我用在颗或者身上 很少会用在臉上 尤其是我眼睛这些位置很镜石 我下妆的时候都要很小心 所以不会卸妆 我用一块卸妆棉 已经浸满卸妆油 轻轻地放在眼底 很细心地帮我自己卸妆 所以皮肤真的很重要 是我觉得 是 怎样 please advise us about how to keep our skin bright and fair No.1 sunscreen 用 sunscreen stay away stay away from UVs from sun 很重要,時間到了 家事,這麼多問題都還未回答 我是一個很害怕的人 例如外出一定要擔遮,如果不擔遮 我就經常戴帽子或遮蓋臉 所以有一段時間,我覺得挺好的 戴口罩這件事 戴口罩也是挺好的 可以做這個物理防曬 我覺得防曬很重要 美白的產品 我覺得也可以,譬如維他命C 我吃很多水果,很多水果 也有些製品可以幫你美白 但效用始終是有限制 不可能像你用Photoshop去撿自己的膚色 有這個黃蜜婆,變成白雪公主是很難的 但多少會微微的,不是很厲害 全身美白,如果你有錢的話 就全身做Laser Facial 用Laser去幫你打 但我覺得Laser用得太多,也有副作用 所以我不建議大家這樣做 而且一定很昂貴 除非你自己買Laser機回家 自己幫自己打 全身美白 還有,茶保養品也是很重要 例如洗完澡之後,大家不要懶 雖然我知道現在是冬天 大家可能會覺得冷 隨便拿毛巾印乾水分,就會穿散 其實茶東西也可以令皮膚更美白 脂肪粒橙皮紋 有些重複的話,我就不說了 應該今天這個Live Check 大家是可以重溫的,是不是 有人問我這個鼻子在哪裡弄的呢 我是在台灣弄的 Gabby come here 我是在台灣弄的 那醫生呢,我免得在賣廣告 他姓張的,也是在整容街 也挺有名 但他只是弄鼻子是厲害的 其實我也不明白很多整容醫生 他說什麼都會弄 我覺得弄完應該有分 Gabby baby come to me 應該是有分專科的 你不可能一個人是什麼眼耳口鼻都弄得厲害的 那幫我弄鼻的醫生呢,他專門是弄鼻的 還有熔岩上面的一些東西 譬如拉皮他也有做 所以我就找了他去做 多少錢呢,20萬台幣 是的,還有收現金 在台灣來說 這個價錢算是很貴很貴的 香港應該還好 其實整容來說,香港的價錢也算是比台灣高 但是如果你問我 台灣整容醫院的整體上的專業度好像沒有香港那麼高 我整備的那個醫生的診所很家庭式 都很乾淨,消毒的OK 但感覺上沒有好像香港的專業 香港的診所很新鮮 但是我也覺得 最重要是先問一下醫生 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做鼻 還有做鼻 我們現在想起那個時候 我弄鼻也很辛苦 頭幾天好像無法呼吸 很少一個字 Loria,on the same plane as you I didn't look happy 我呢,我不少呢 其實有少少poker face 即是很serious 我不少是很unapproachable 其實我真的都很unapproachable 我又不是不開心 但是我不笑的樣子就好像很生氣 是不是 我笑了又好很多 但是我不笑就是放鬆 或者在想事情就是不笑 所以如果大家在街上看到我 好像很不開心 其實我不是不開心 可能我在想事情 我OK的 我個人是很friendly QQ QQ I'm a guy My skin always have 暗粒 been using Kiehl's deep cleansing mask but don't seem to be 26歲的男生 嗯 暗粒呢 真的要用果酸 我想Kiehl's 可能你正在用他的 deep cleansing mask OK,deep cleansing mask 我覺得這個字都頗不到的 那些膜是否真的可以deep cleansing呢 其實是shallow cleansing 不是deep cleansing deep cleansing deep cleansing 即是說到你泡膜裡面 是可以抽了一些髒東西 這個太過誇張了 那我想你所謂用的deep cleansing mask 都是一些mug的mask 被迫著你的皮膚 等你的皮膚的表面溫度升高 等你的毛孔擴張 那可能呢 當你洗臉的時候 你毛孔擴張了 你的髒東西已經在這裡了 那你洗臉後 可能會擦脫了一些髒的東西 那我覺得暗粒呢 真的就用果酸 還有盡量不要化妝 或者是塗BB cream 很多時候呢 我基本上 我除了是做事 我才會化妝 我平時我是不喜歡化妝 我是很嚮往 即就算我有時 真的出街覺得自己的樣子很殘 我最多戴上脫毛 我再塗一點防曬 我就不喜歡化妝 因為化妝其實 每天化一次妝 你又要拿些落妝東西去落妝 又要擦臉 又要擦眼睛 其實都是會對皮膚是一個負擔 所以盡量的話 無論男生女生都不要化那麼多妝 尤其是我都留意到很多男生 現在都會塗一些BB cream 或者遮瑕膏去遮自己的暗瘡印 或者黑眼圈 那如果大家有做這個動作 即是男士們 我覺得男士們應該都跟女生一樣 要做好這個落妝的動作 產品呢 Lower Eyeliner 其實如果你說Lower Eyeliner 如何Smatch呢 最好不要用Eyeliner去畫眼線 我今天這個妝 我是用Eye Shadow 去畫這個妝 因為Eye Shadow 它的蠟質 會比你的Eyeliner 少些 遇到你的體溫 就會容易軟化或者什麼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我沒有什麼問題發生 除了 例如我畫上內眼線 如果我畫上內眼線 我用那個Gem Liner 它本身不是Waterproof 還有那一天可能 我的淚水分泌會比較強一點 就會容易會Smatch 還有 對不起 還有Mascara 也很重要 Mascara 如果是 立即是會發覺有些Mascara 塗完之後 你摸下去好像有點黏黏 那些都很有可能會印到你的這些位置 有個方法就是可以用棉花棒 在你經常Smatch這個臥蠶位 這個臥蠶子的位置 點一點的Lose Powder 好像你炸豬扒鹽粉 有一個保護 但是這個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會令你的肝紋更加嚴 所以我的產品是很重要的 那怎樣 Anti Smudge 有一個方法 例如你的Mascara 經常印到你的眼袋 或轉Mascara 不要用買另一隻 或者如果你真的 又不想買另一隻的話 你可以在Mascara 拿一支筆這樣輕輕沾 Lose Powder 也會有幫助 有個Love from Saudi Arabia Selwa Ali 這是什麼名字 是嗎 Hi QQ你有沒有吃薄草的 葡萄籽月見草 薄草 我有 我吃很多 但我又不是每天吃 我吃Sparralina 羅全組 吃蕃茄 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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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他命C 我又沒有 因為我吃很多水果 我每天都喝很多檸檬蜜糖水 還有些什麼呢 基本上 我應該去廚房 找回整盒 我的薄草 有很多薄草 但我每天都會吃 少少 Sparralina 是我每天都會固定吃的薄草 其他薄草 我是 星期一我吃這兩顆 星期二我吃這兩顆 我覺得 如果是飲食均衡的話 其實薄草 有很多問題 不需要買太多 或者吃太多 還有些什麼呢 時間夠了 那怎樣 或者斷食 玫瑰座瘡是怎樣救的 我不是皮膚專科醫生 如果這個卡拉柱 你有玫瑰座瘡的話 我會建議 你有沒有看醫生 看皮膚專科醫生 問一下他 他比問我更好 因為我始終 我不是一個專業人士 就是皮膚專科 在鼻液 在鼻液 希望你快點好 如果你需要一些皮膚醫生 的一些列表 或者你可以電郵給我 或者我幫你問一下 那些皮膚專科醫生 看看可以怎樣解救 下次再回答你 好嗎 哪個牌子的保濕精華比較好 哪個牌子的保濕精華比較好 免得在賣廣告 B5 Gel OK的 大部份的B5 Gel 其實是大同小異的 但說明保濕精華 它就是可以幫你補濕 但怎樣保持濕 你還是要塗一些霜霜 去保持燒 水油平衡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只用保濕精華 可不可以幫你補濕呢 是補5分鐘 如果你不塗東西 尤其是冬天 秋天天氣這麼乾燥的話 很快你的皮膚又會慢慢緊 又會很乾 是補濕的 是補濕的 今天呢 超級的 原本說9點就要關店 現在9點14分 我還在說話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因為如果再繼續說的話 其實一會兒我都有一些事情要做 要拍 所以今晚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今天這麼支持我 有四百多個朋友在看我們的Live Chat 無論你有沒有留言 或者是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After Show之後 可以留言 不知怎麽有些比心 那之前我和大家說再見之前 有幾樣產品要介紹的 第一樣東西就是 剛剛去完日本回來 我就預料了我一個 我覺得我人生吃過最好吃的魚蛋 魚蛋 沒有東西可以給得起 就是我手上這個魚蛋 這個魚蛋是在機場買的 我不知道日本的超市會不會有 香港我希望它有 如果有的話就正 這隻叫什麽牌子 我不懂得讀 什麽州 西州 這是日文來的 牌子的名字就是佐藤修商店 佐藤修商店 它是什麽呢 它是一條好像舔舔的 舔舔的魚蛋 它真的很好吃 嚥韌 還有它沒有澱粉 很多時候外面的魚蛋 它是加了一些澱粉 一些粉 令到它好像很有咬感 這隻真的很好吃 還有它也沒有特別的 不健康的添加 它都是魚肉、砂糖、鹽、調味劑 當然它也有少許的防腐劑 但這個真的很好吃 是我吃過最好的魚蛋 如果大家下次去日本 或者在香港某大超市 看到的話 不妨真的可以試一下 這個不是廣告 好了 差不多了 還有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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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 好了我要去工作了 今天 現在9點16分 如果大家吃完飯 或者剛剛回家 沒有多久 好像我這樣還化妝 麻煩不要坐在電視機面前 吐到快要睡覺 洗澡才下妝 現在立即去下妝 因為皮膚上面 如果有帶妝的話 也是不好的 越長時間帶妝 對皮膚更會傷害 好了 我們下次再見 Fraggie baby 你看看 她好像一隻雞一樣 Fraggie baby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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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 不好意思 為了祝你起床 哇 真是名副其實的肥雞 肥雞 Fraggie baby Fraggie baby Hello 我們下次走了 對了 Live chat 怎樣呢 Live chat 接下來 其實我在Beauty QQ Channel 也是試睡瘟 接下來 可能我都會放在 Miss Queenie Chan 的頻道 那 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E-mail給我 我就盡量解答 或者可以聊聊天 聊聊心事都可以的 不是每次都要說Beauty 雖然Beauty是我的標籤 但是我的人生其實是 More than Beauty 我不是只有Beauty 是我的人生 我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和大家分享 例如煮食 都可以大家交流一下心得 我覺得這個Live chat 平台都不是 為什麼雞丁不斷 不要收錢 Live chat 平台不是我教大家 我不是教 我是和別人分享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麼可以和別人分享 或者和我分享 我都很想大家 教我 或者和我分享一些 你們生活上的 無論是 無論是美容 人生 我都很樂意 請教大家 好了 天氣冷 記得多喝點水 我每天一定會逼自己 一瓶 這麼多的水 很重要的飲水 好了 好像有點不捨得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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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ki 親鏡頭 拜託